咿咿 掉了 掉了 家裡要裝修了 所以帶了Tadeon Coffee 出去煮一個星期 出去煮酒店的我太貴了 要一千多二千元一晚 最少 所以我們選了煮Airbnb 尖沙咀 一千元左右一晚 看下去好像不錯 不過衛生就一般 還有 我們自己也幫他做了一輪清潔 多划算 我們來住幫他做清潔 全屋拖了一次 拍照看下去是不錯的 但如果真的要住Airbnb 就要有心理準備 衛生情況未必好像酒店那麼好 這個是廚房 我現在也不敢進去 因為老公不在 裡面有幾隻蟑螂在地上 你看看 我也有點害怕 不可以讓他走出來 有兩隻 在毛巾旁邊 但一開門就不動了 好害怕 先關門 好 這麼多蟑螂仔 老公回來了 看看 真的有蟑螂仔 不知道 很多隻 給你 給你 現在廚房變了好像 喪屍的地方 沒什麼事都關門 住這裡唯一最吸引的就是 樓下有間很出名的 最香雞蛋仔 還有在尖沙咀區 附近就很旺 很多食物 不過帶著Taddy Coffee 都沒有選擇 都是那兩三間 今次尖沙咀Airbnb Staycation的經驗 雖然不太好 但這裡的地理位置 非常之不錯 在尖沙咀 除了上次介紹過的 竹青亭和紙之外 尖沙咀K11 還有一間中菜廳 是不錯的 今天就會來介紹一下 這間藝常館的室外位置 好漂亮啊 室外很有感覺 還要看到維港景 這邊就是半島酒店太空館 哇 超驚喜啊 這裡真的 好棒啊 價錢一定不會便宜 但也可以接受 哇 好香啊 這個 剛才不脫口罩 聞不到有一股噴味 它有個天花的冷氣機 有個燈亮了 是叫它要洗的 第一天的感受已經很差了 它的WiFi又用不到 因為那個屋主不在香港 是英國的 它只有一個工人 但是工人基本上 幫不到你解決這些上網問題 唉 還有 蟑螂呢 基本上每開一次廚房門 都會看到兩三隻 我們暫時第一天 都殺了十隻 現在放了五間蟑螂屋 好痛苦啊 要想一下 現在是差不多秋天冬天 如果夏天的話 我想蟑螂的數量很誇張 因為正正在樓下就是食屎 所以錄這條片都希望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跟狗仔出去住Airbnb 要小心點 最好找一些屋主是在香港的 可以聯絡到 看看有什麼補救工作可以做 還有不要看外國人的評論 盡量看港人的評論 我想會比較貼切 最後一晚了 耶 快走 哈哈 走開 靠近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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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帥了 有个路人走过一旁 哇 不必了 是不是塞车 你来我吧 我记得真是 叫你老婆 对啊 不必了 必了 必了 疯疯疯 疯疯 我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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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买了 你不买了 我放了 我 loan 我来 走啦 第一次checkout是這麼開心的 再見 以後不要再見了